雖然折扬也不少 但似乎大家都覺得收落 實際上是否真的急著要集資的壓力這麼大 這就看回到上半年為止 其實持有的現金也有接近100億 當然10月份也做了兩個收購 一個是24億 一個是接近6、7億左右 差不多30多億 但其實見到他們做這些收購 市場都是一個反應直點 因為他們可以進軍城市服務的領域 有協同效應 市場覺得這次都是用比較大的折扬去做 其實都是有預期 應該是有些收購合併會做 有機會再進一步 再抗活業務的領域 因為如果說在管面積 他們是不仇的 但其實現在物管股都是在面對問題 除了大家如果在投資方面見到股市局局之外 就說有沒有一些新的項目可以再進一步去收購 而提升那個毛利率 真的叫做買得對或者買得便宜 這個比較上是重要的 如果真的這方面做得到來講 市場我想都會加一個分數給迫復這個股份 的確公司都說集資這七十多億所得 都會做一些潛在的收購合併 或者做一些戰略的投資 因此股價都順算硬正的 但問題就是其他的物管股 今日的表現都一樣弱 當中要數下幾隻 跌幅都超過半成的 包括中海物業 保利物業 另外就是時代倫理等等 這些跌幅都過半成的 是不是始終整個板塊弱的情況 就是因為反映著龍頭這個 碧桂園服務配股呢 大家都擔心可能整個物管板塊 開始出現一個秋水潮呢 還有另一件事也要看回新的懷孕賣相 其實那個表現都不錯的 反而反而就是會令到有些資金 慢慢就反而是之前估值高 或者可能覺得前景一般的 那些物管股會抽出來 寧願就真的找一些大隻的 或者是說肥豔的懷孕賣相 的量點就比較多 更多是商業的物業 變成有些資金也有一個換話的情況 所以都令到現有的股份來説 可能就有些股值過高的 或者本身基本面現在稍微有不及的 都會有些資金繼續會離場減量 你就說到華人萬象 我們都特別拿它出來說一下 它就是雙下物業管理為主 上市其實只是三天的 現在都已經調校過招股價22.3 是高接近三成的 之前都有大行在它上市的第一天 已經立刻出報告 也都唱好它 結果當日已經是升穿了 這個大行比的目標價 而最新又有瑞銀 首次都給予它買入的評級 目標價是35.2 又強調它是物管股的首選 現在我們看華人萬象 上年預測的PE 大約是36倍 比起行業平均25倍是高的 再看瑞銀給目標價 其實更加去到46倍的預測PE 即是否真的大家在挑選這些物管股 開始那個方向轉了 就會選一些商業物業相關的物管股 但同類型的另外還有卓月商企 股價是要潛水的 究竟怎麼分析這個辦法呢 我想大的市場信心會多 還有他們的商業物業 除了有這個元素之外 還要是份量足 還有認受性 這件事我想現在市場 都是要確認品牌效應 華人萬象 這件事應該都做得到 能夠賠得到 市場亦都有信心在 所以令到近期來說 很多物管股上 或者恆大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其實都是市場的反應 一般甚至乎潛下去 華人萬象 給了市場的新的看法 就是 注入了 因為始終做商場 或者商業物業的毛利率 比純粹做住宅高 市場都會加了分數 幾個因素 在虛弄的情況下 變成這件事能夠 比較上可以做到一個 標籤一些的 尤其是掛牌之後 嘗試的效果 會比較突出一些 有機尤其要品牌 會安排 有機尾